高考结束 班花豪至千金请全班同学到最好的饭店吃饭 我作为传菜员给他们上菜 班花说我很自觉 知道自己考不上就提早进入社会实践 让大家都向我学习 我本来想给他们免单 现在看来还是算了 你 我进去的一瞬间里面安静了一下 包厢里坐着我的同学 桌子上摆着海参龙虾 连红酒都开了好几瓶 李淼淼一眼看见我 笑道 呀 理想 你怎么在这里当服务员啊 我们同学聚会 想着你吃不惯海鲜 就没有叫你 你别见怪啊 这服务员的衣服你穿上还挺合身的 李淼淼是我们班班花 他长相漂亮 成绩优异 还有钱 好像全天下的优点 好像都长到他身上了 不过 我无意中发现了他的一个小秘密 催吐 他为了保持身材 会将自己吃下去的东西 用指头扣喉咙吐出来 然后立一个狂吃不胖的人设 我是不懂 这样的人设有什么意义 这是高中啊 正长身体的时候 不是应该多吃才对吗 可他却很紧张 威胁我别将这个事情说出来 笑话 我是那种受威胁的人 然而还没等我给人吐槽他的小毛病 我就被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 说有人举报我偷东西 我 这可真是人在家中做 锅从天上来 我花了一点力气 证明自己没有偷东西 但谣言止于智者 并不止于智障 等我回班里的时候 说我偷东西的谣言已经传开了 甚至还传到了隔壁班 从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小伙伴了 真的很惨 唯一愿意和我做朋友的 是班里另外一个兽气包苏向南 他家里重男轻女 没人为他撑腰 回家还总是挨骂 他常常偷偷坐在台阶上流眼泪 我安慰过他几次 他对我感激涕零 我看向他 他一脸窘迫 欲言又止 想帮我说话 但又害怕的样子 我懂 人穷志气短 天生就会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上了菜 笑道 没事 我的确不爱吃海鲜 因为吃烦了 你们随意 林淼淼掩着嘴巴笑起来 他夸张地说 不是吧 不是吧 理想说他吃烦了 你们信吗 谢泽你信吗 众人哄堂大笑 谢泽看我一眼 没说话 但毛子里的厌恶和不屑 清晰而浓烈 大概他认为我虚荣 而满口谎言 我还没说他是自恋怪呢 林淼淼见说我偷东西 治不了我 便说我早恋 暗恋班里的男生 我的暗恋名单 从一个渐渐变成十个 后来 差点全班男生 都成了我的暗恋对象 好家伙 我是有多么急不择时 万幸 大部分人三观还是很正的 都否认了 但只有谢泽当真了 他真的以为我偷偷地暗恋了他三年 他对我明里暗里的鄙夷 就差把你不配这几个字贴我脸上 弄得我想解释都无从说起 因为只要靠近他身边三米以内 他都如临大敌 我也在懒得解释 不和智障争长短 不与傻瓜论高低 这点我还是能分得清的 不过 我对他这种性格很感兴趣 用了一瓶可口可乐 就从熟悉谢泽的人口中 了解到他的一些信息 他上面有三个姐姐 他是家中唯一的男丁 他父母认为是祖上基德 才生下了他 所以叫他谢泽 意思是福泽深厚 德运绵长 这么一听 好像他家有皇位要继承 但其实他家境连普通都不是 只能用贫寒来说 三个姐姐都辍学打工 才能让谢泽在这个城市 有立足之地 他享受惯了母亲的追捧 和姐姐的付出 所以林淼淼一说我暗恋他 他竟然真的信了 我查他的事情 不知道怎么被他知道了 他特意传纸条 警告我不要消想 自己不该觊觎的人 我 消想 鲫鱼 我仔细看了又看 从这两个词的缝隙间 看出了满天的你不配这三个字 从那以后 我对这个人彻底无视了 林淼淼眼珠子转了转 恍然大悟 哦 我懂了 是吃后厨的剩菜剩饭吧 李响 你要悠着点 你看你肚子都圆了 就算剩菜剩饭免费 你也不能狂吃呀 大伙待会给李响留一点菜底 别全吃光了 另外 我们都要向李响学习 知道自己考不上 就早早出来社会实践 我们敬他一杯 有人在笑 有人很不安 谢泽嘲讽地看着我 哇 他还真当我是这家酒店的服务员了 我要是告诉他 这家店是我爸名下 连锁酒店中的 很不起眼的一家 不知道他又是什么嘴脸 亏我刚才还动过念头 要不要给他们免单 我本来该发火的 但想想 他们这顿消费不低 有个几万块 我今天还是服务员 万一他借口我服务不好 找事怎么办 我转身就走 李响 我吃饱了 我和你一起 苏向南面上惶恐 看来这个决定 真的费了他很大的力气 他目光不舍地 在那些海鲜上转了一圈 却还是快速起身向我追来 我心中一暖 苏向南抓住我的手 快速关上门 他和我走出一段距离 才悄悄松了一口气 李响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他们没请你 等我看到你不在 也没法叫你 苏向南是真的穷 他是我们班目前 唯一没手机 没电脑的 连谢泽那个吸解区 都用最新款的手机和电脑 嚣张到不行 他肚子不争气地 咕咕响了两声 他脸红得不得了 又羞又骚 我笑了 过来跟我走 我带你吃好吃的 我带他到了后厨 让主厨给我们 弄几只小青龙 和一个海鲜锅 苏向南不敢吃 小声问 别花这个钱了 有剩饭吗 我们吃剩饭吧 我还没说话 就听到一阵哈哈大笑 快来看 他们真的在后厨吃剩饭 我扭头一看 就看到了林淼淼和谢泽 以及那些吃瓜群众 哇 这些智障真是阴魂不散 主厨看一眼 就明白什么情况了 他恭敬道 大小姐 您看看今天的菜还行吗 我的厨艺没退步吧 我知道他在给我撑面子 我从小到大 就吃他的饭长大 他看不得我受气 我笑道 好极了 王叔的菜百吃不厌 我不喜欢装逼 但不得不说 看林淼淼表演变脸的感觉 还真不错 大小姐 林淼淼淼淼 这里后厨 不可以随便进入 请走吧 几个厨师将人赶走了 我这才安慰苏向南 吃吃吃 随便吃 这是我叔 你就是吃帝王蟹 我都给你弄过来 苏向南惊讶地张着小嘴 可爱死了 他小口小口地吃着 但估计是真饿极了 很快就大口吃 我帮他包虾 心里有点可怜他 他对食物这么渴求 估计是真的没吃过好吃的 等苏向南吃饱 我送他出去 好巧不巧 又遇见林淼淼结账 这一顿花费五万块 他面上心疼 嘴巴上却大放 没关系 这点钱 撒撒水了 等我上大学 不过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立刻有人恭维 是啊 苏苏这次考得很好的 清北肯定没问题 到时候 清北两家为了抢苏苏 估计得打起来吧 林淼淼一脸骄傲 嘴巴上却很谦虚 到时候看情况吧 我还要和我爸爸商量下 谢泽 你选哪里 谢泽露出宠溺的微笑 你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我们到时候一起商量 两人目光相对 简直能扯出丝 众人开始起哄 谢泽和林淼淼笑得很欢畅 我撇撇嘴 什么锅配什么盖 两人还挺般配的 我正准备走 林淼淼却眼尖瞅见了我 呀 这不是大小姐吗 哈哈哈哈 众人大笑起来 的确 大小姐这个词 用在一个现代人身上 真的好老 好做 但主厨大叔 一个中年人能想出来 这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词汇 已经是满分发挥了 我很满意 这次我不打算让着林淼淼 本宫李牛古路是想 已经脱下了服务员的衣服 我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地对回去了 我淡淡道 你有意见 林淼淼 刚才那一顿饭花的你肉疼吧 我这辈子就没见过 比你更大中脸充胖子的人 现在脸一定很疼吧 这么贵的海鲜吃到肚子里 你回去是不是还要想办法抠出来啊 要是让人知道 我们林斑花靠着催吐 保持苗条的身材 这白富美的人设就要崩了吧 众人惊愕地看看他 看看我 林淼淼恼羞成怒 理想 你胡说八道什么 谁催吐了 你少污蔑人 我指了指他的手指头 还抵赖 你看看自己的手指头 都被牙齿咬烂了 众人看向他的手 他竟然第一时间将手藏在背后 这样不打自招的动作 简直蠢透了 他也意识到了 眼眶迅速红了 理想 我的手是不小心碰到的 都快毕业了 你还不放过我 还要针对我 谢泽第一时间将林淼淼护在身后 对我怒目而逝 理想 做人别太过分 林二 我 这智障真是持鸣双镖狗 林淼淼针对我他就眼瞎 我说几句 林淼淼就成过分 林淼淼作为同学 友情提醒你一下 催吐后果很严重的 轻了腐蚀牙齿 重则面部变形 以后你要是变丑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要 林淼淼下意识地捂着脸 看向谢泽 谢泽也温柔地回看他 他爽了 笑道 那不用你管 你还是管好自己吧 就算你叔叔是这里的主厨 你也得从服务员干起 是吧 大小姐 他脸上勤着笑 恶意满满 我张口欲言 苏向南拉了拉我 小声道 算了 理想 都毕业了 没意思 我看向这个小可爱 真是若小可怜惹人爱 算了 就放过他们 林淼淼见我不回答 更得意了 过几天 我们约好一起去毕业旅行 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谢泽道 他忙着端菜 估计没空的 我冷笑一声 拉着苏向南转身就走 理想 我回头 饭店经理一路小跑过来 两边的服务员 不时地向他行李 经理好 他点头回应 快不到我身边 准备回去了 我让小王送你 新到货的松叶谢 在车上的冰箱里 给你爸爸尝尝 给苏同学也准备了礼物 下车的时候记得带上 我点点头 说了声谢谢 有人小声问 松叶谢是什么 很贵吗 饭店经理笑道 我送给理想的这些不算贵 八万一只 一共三只 众人目瞪口呆 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林淼淼面色铁青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我 嘲讽道 说是松叶谢就松叶谢啊 谁知道真的假的 饭店经理从容镇定 我们饭店的食材 都是有品质保证的 小王 把东西拿过来 给客人鉴定一下 很快 小王提了东西过来 有人在网上搜了图片 一对比 发出一声惊叹 这个真的好贵 最贵的松叶谢 拍出了28万 三只螃蟹顶 我们40多个人 在这里吃6顿饭 林淼淼有些气恼 吃的时候没见你嫌便宜 现在嫌便宜 有本事你别吃 我就随口说说 再说了 说松叶谢是假的的人 又不是我 林淼淼快气死了 他恶狠狠 瞪了一眼说话的人 拔腿就走 饭店经理笑道 欢迎下次光临 不会再来了 这破地方有什么好来的 林淼淼气急败坏 我 前脚还说 这里是最好的饭店 后脚就成了破地方 和谢泽一样的双镖狗 我带着苏向南上了车 他一上车 不吃笑了 理想 我今天真的好开心 林淼淼的脸 都快被你打肿了 以后再也不用看见那些人了 真好啊 不过 那个螃蟹真的那么贵吗 我正打开冰箱 看经理送给苏向南的东西 黑虎虾 要是让苏向南知道 这黑虎虾288一斤 估计他就不敢收了 我淡淡道 没有 随便说说的 他们看着我长大的 给我撑面子 苏向南信了 真是傻乎乎的 好骗的小可爱 我真担心他大学怎么上 唉 老母亲的心都操碎了 半个小时后 到了苏向南的家 我将黑虎虾塞到他手里 他犹豫了片刻 还是接了 理想 谢谢你 等我有能力了 一定会报答你的 他说完 红了脸 快速跑了回去 我笑了 傻孩子 爸爸怎么会要孩子的回报呢 没几天 我在班级群里 看到他们果然要毕业旅行了 林淼淼我 理想 看那个饭店经理品大方的 应该也会出你去旅行的费用吧 你和那个饭店经理 是什么关系啊 他怎么就单单对你那么好呢 他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啊 我真是很羡慕你啊 躺着也有人送钱 太美了 这说的是人话吗 就差点明我被人家包养了 我特意等了两分钟 消息无法撤回了才回复 林淼淼 你高考作文 也是这样造谣造出来的吗 听闻清华北大 很看重学生品德的 品德不合格 分数够了一样进不去 我要是把这发给招生办 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 群里一阵沉寂 很快 林淼淼开始添加我的微信 我是林淼淼 通过一下 我果断拒绝了 林淼淼继续发请求 理想 大家都是同学 不要做得太过分 他连续发了三个 我爱个拒绝了 没想到 谢泽也开始主动加我微信了 我真是一言难尽 这智障以前 加遍了全班所有同学的微信 就是不加我 生怕我基于他的言 说真的 他那副尊容 我还真没看在眼里 我果断拉黑了谢泽 这智障玩意儿 不配出现在我的好友 申请列表里 电话响了 林淼淼的声音传来 理想 你想怎么样 你要是敢毁了我的前程 我和你没玩 我 法治社会了 恶人还这么横 我笑了 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理想 你试试 我就是个传菜员 我怕什么呀 你说对不对 隔着电话线 我都能感觉到 那边的窒息压抑 那你想怎么办 给我道歉 电话挂了 我摇摇头 没诚意啊 我微笑着将对话截图 放进了证据包里 准备掐着点 给林淼淼来一个大的 这样的人 就应该让他从云端跌落下来 他不配国家 用纳税人的钱培养 林淼淼依旧在添加 我为好友 只是内容已经不一样了 理想 对不起 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我道歉了 你也不用加我好友了 这短短的几个字 就出现在好友申请框里 我真是笑死了 我截图将好友申请 发在了班级群里 我 林淼淼 如果这就是你的道歉 我不接受 公开场合骂我 私下里道歉 我希望你反过来 私下骂我 公开场合道歉 林淼淼沉记了好一会没说话 谢泽开口了 理想 同学一场 得饶人处起饶人 我 你这么胜负 不如把器官捐给需要的人 谢泽 我是为你好 你不要好赖不分 我 我眼睛五点零 分得轻视人是鬼 林淼淼 别吵了 理想 我不该随意揣测 在不清楚事实的情况下乱说 真的很对不起 希望你不要公报私仇 我 道歉收到了 不过我不原谅 因为你道歉 只是怕我向上反应 根本不是真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截图我会留着 看你后续的表现 毕业旅行你们去吧 我要端盘子 没功夫 我退出了这个微信 上了大号 使劲地刷一个人的朋友圈 我偷窥他好几年了 他在朋友圈里晒的照片 让我留了无数哈喇子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男人 简直比松叶蟹看着还好吃 大概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晚上 我就梦见了陆林深 他问我 你还生我气吗 我刚想傲娇一下子 就听到他说 既然你还生我气 那我明年再来问一问 我一急 硬生生给急醒了 醒来后 那种悲愤交加的感觉 依旧堵在胸口 不上不下 狗男人 你肯定让我矜持 一下子能死人了 我看着窗外的星星 知道今天是一个不免夜 好不容易清晨 迷迷糊糊睡着了 一个电话将我吵醒 我一看是个陌生号 不想接 挂了 手机静音 继续睡觉 谁知道 敲门声响起 我拉开门 就看到了陆林深 我一下子被震撼到了 这盛世美颜 这深邃的眼 这大长腿 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你怎么来了 陆林深平静道 我来看看你 给你带了早点 哦 我穿好衣服就出来 关了门 我的心在狂跳 陆林深来找我了 可那又怎样 他喜欢的又不是我 我若无其事地出了门 吃了早点 他看也不看我 自顾自地低头玩手机 还露出温柔的笑容 手机那头的那个人 就那么吸引他吗 哼 玩手机 谁不会 我也拿起手机 就又看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来电 平时 这种陌生电话 我一般不接的 可现在我心情很不好 立刻接了 电话那头 传来一阵哽咽的哭泣声 彼响 林淼淼他们 把我扔在山里了 东西还在大巴上 我该怎么办 是苏向南 他一向很乖 不会无缘无故和林淼淼出去 你别急 先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一下子坐直了身体 03 苏向南很快 把事情说了一番 今天一大早 林淼淼跑到他家 说喊他一起去毕业旅行 他不去 说自己没钱 林淼淼说 费用他包了 他妈妈一听有便宜可占 就把他赶了出来 等上了车 中途停在服务区的时候 林淼淼说 自己东西落在了卫生间 让他去拿 等他回来 大巴已经走了 他一个人被留在了服务区 包在车上 他身无分文 只记得我的电话号码 还是商店阿姨看他哭得可怜 才借了自己的手机给他用 我听完 拳头硬了 好久没有这么想打人的冲动了 陆凌生 眼眸深沉 我带你去找他 让他说下服务区的名字 苏向南说了地方 我们很快就出发了 等到服务区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我下车的时候 苏向南正一个人坐在外面 他双臂报息 眼睛通红无神地看着远处 我长叹一声 知道他大概是被林淼淼牵怒了 以前林淼淼虽然也爱欺负他 但没这么严重 一定是饭店的事情激怒了林淼淼 林淼淼不敢将我怎么样 便将气撒在了他身上 我走到他身边 他才意识到我 看见我的一瞬间 眼泪就忍不住流出来了 活像一只被欺负了的小狗 我的心软得一塌糊涂 起来 跟我走 他们走了一个多小时 不知道还能不能追上 我也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改变线路 苏向南很担心 我大概明白林淼淼的意思了 想用苏向南逼我主动联系他 给他道歉 这个气我忍了 我给林淼淼打电话 打一个他挂一个 陆铃声将自己的手机伸过来 我犹豫了一下 接了过来 拨打电话 这一次电话被接起 林淼淼懒懒洋洋的声音传了过来 喂 谁呀 是我 李响 你们在哪里 砰 电话又挂了 再打过去就无人接听 估计连陆铃声的电话都被拉黑了 我一口气哦 在心口不上不下 要被气爆了 陆铃声道 我去调监控 很快 陆铃声通过监控查到了车牌号 打电话问了旅游公司 想办法联系上司机 让司机把电话给林淼淼 林淼淼的语气充满了怒火 李响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我懒得和他多废话 现在立刻让司机把车开回来 把苏向南的东西拿回来 林淼淼笑了 哎呀 原来是这个事情呀 苏向南怎么那么磨磨蹭蹭呀 全班就等他一个人 要不他就别来旅游了吧 反正也没人喜欢他 东西呢 我会帮他收着 等我们回去的时候 让他去旅游公司拿吧 我笑了 这样是吧 那我现在就投诉旅游公司 看他们怎么解决 顺便我也再报个警 请警察叔叔 送可怜的小女孩去追大巴 不知道警察叔叔 会不会批评教育一下 那些不团结友爱的同学 另外呢 我还会给媒体打电话 爆料说 有人校园霸凌 欺负同学 故意把人扔在服务区 我想 新闻媒体应该挺喜欢 这种新闻的吧 我记得很清楚 这些年没少那种情侣吵架 把恋人扔服务区 爸爸将儿子遗忘 在服务区这种新闻 这个校园霸凌事件媒体 应该也会喜欢 李淼淼慌了 他的声音带着刻骨的恨意 李 想 我淡淡道 从现在开始 我等你一个半小时 如果你没有出现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还有 苏向南的东西 一个也不要少 我挂了电话 也没闲着 以上的操作 全部来了一套 先是给旅游公司打电话 要求他们必须让司机回来 接着给警察报警 说有人故意 把同学扔在了服务区 接下来 就是给媒体打电话 陆凌生给我查电话 我一个接一个的打 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 赶不来的 就加了联系方式 让拍照发给他们 苏向南有点慌 他是个好孩子 说一时一 现在彻底被我的操作弄猛了 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他一脸崇拜 李一想 和你一比 我脑子简直是江湖做的 我怎么没有想到 可以这么做 你放手干 我不想再和李淼淼淼有一点关系 这次干脆就撕破脸 我不怕 他口中说着不怕 但整个人依旧很紧张 我长叹一声 柔力把他的头发 我因为有父母撑腰 有底气 不怕和人撕破脸 但苏向南的父母 是永远不可能为他撑腰的 他预示不敢往上冲 就太正常了 等了一会儿 警车是最先到的 紧接着是媒体 警察问了苏向南一些问题 苏向南如实回答 我也做了笔录 没多久 旅游大巴开回来了 车门打开 林淼淼一下来就猛了 周围是警察 而媒体在拍 估计他有声以来 第一次这样被众人瞩目 他面色铁青 目光发狠地盯在我身上 等察觉到媒体在拍 立刻换上了一副委屈的表情 他被警察叫去 还企图狡辩 说苏向南自愿帮他拿东西 而他没有留意到苏向南人不在 我放出了和他沟通的录音 林淼淼的脸都快被当众打肿了 末了 他接受了警察叔叔的一顿批评 在媒体的见证下 当场向苏向南道了歉 而警察叔叔给了我一个 见义勇为 团结有爱的八字表扬 我不要脸地请求警察叔叔 能不能写一封表扬信到学校 警察叔叔愣了一下 就明白过来 立刻答应我了 等忙活出来 林淼淼淼的旅游泡汤了 其他同学早就回去了 只有谢泽一个人在等他 等警察一走 他眸光恶毒地盯着我 恶狠狠道 理想你给我等着 以前我看你可怜 只是小打小闹 但以后你别想好过 而谢泽也冷冷地盯着我 仿佛我是什么恶心东西 不想让谁好过 陆凌生走了出来 之前他一直在旁边安静地等我 尽力降低存在感 但现在他一走出来 那股强大的气场 就将在场的所有人秒杀了 包括我 林淼淼目光惊艳 脸上快速泛起红韵 甚至有一点无措 我 我 我没说什么 我 不妙 林淼淼看上我的陆凌生了 他休想 林淼淼不动声色地拉开 和谢泽的距离 而我迅速站在了陆凌生旁边 坐坐地挽住他的胳膊 娇声道 我饿了 陆凌生憋着笑 他很配合 目光宠溺地看着我 好 你想吃什么 我如鼠家真的爆菜名 林淼淼淼脸都绿了 他嘲讽道 还真是服务员 也算业务熟练了 这位学长 我要提醒你一下 理想可不是什么安分的人 他在学校里暗恋过几十个男生 你可不要被他骗了 04 陆凌生谋色凝重 你喜欢过几十个男生 对上陆凌生的眼睛 我慌了 我没有 是他造谣的 嗯 我相信你 陆凌生认真看着我 轻声道 就算你真的喜欢过几十个男生 也没关系 只要我是其中一个就可以 想想 别不喜欢我 好不好 我 这男人 太会来事了 我的虚荣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可我也差点当真了 如果不是知道他心有所属的话 林淼淼被气到了 他目瞪口呆地 看着陆凌生当我的舔狗 脸上表情扭曲到猙獰 他冷哼一声 转身就走 谢泽跟在他身后 他冷冷说了一句离我远点 谢泽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 被这么一说 果真和他分开了走 狗咬狗 一嘴毛 我是真的看乐了 不过这两个渣 最好还是所死 免得再去祸害别人 第二天 我在网上就看到了这件事的新闻 红红火火的 林淼淼的脸虽然被打了马赛克 可熟悉他的人 还是一眼认出来他 我兴奋地翻看着评论 看到全国网友都在骂林淼淼 我就放心了 班级群里 有人抱怨说 林淼淼在家里哭得很难受 我淡淡地对了一句 大概是羞愧到无地自容才哭的吧 人有羞耻心是好事 他进步了 群里一阵安静 我彻底舒坦了 班主任也打来电话 了解这件事情 知道情况后 批评了我一句 理想 这只是同学之间的内部矛盾 你这样做 把矛盾激化了 做事情实在太激进 嗯 我愣住了 但回想了班主任 这几年来的所作所为 实在不算是一个称职的老师 他的的确确无视了班里面的欺凌现象 对他来说 只有成绩好的学生才是好学生 我这学渣 在他眼中基本上是拖后腿的存在 我笑道 老师 您这样说不对吧 怎么听着像受害者有罪论 警察叔叔和全国网友都说 林淼淼的错 您说是我的错 要不咱们一起去找警察叔叔评评理 听听警察叔叔怎么说 电话那边一阵沉默 没了 传来一声冷笑 理想 我只是最后一次交给你做人的道理 既然你听不进去 那就算了吧 有件事情 我需要和你说明一下 我刚刚才发现 其实你的班级一直都是高三一班 不是我们高三二班的 你既然不是我们班的学生 待会儿就自己退一下群 我猛了 这是什么阴间言论 我读了三年高中 竟然从高三二班的学生 变成了高三一班的学生 但我很快明白过来 肯定是班主任搞鬼 他想把我这个学渣 丢到高三一班去拖后腿 高三一班的班主任赵老师 是出了名的老好人 我听说 他曾经护着一个女学生 不让家长拉回家里去结婚 而那个女学生的学费生活费 一直都是赵老师在出 如果我和苏向南是赵老师的学生 我们还会被林淼淼欺负吗 肯定不会 不过班主任不是什么好人 为了以防万一 最好将他的退路堵死 免得他言而无信 我冷冷道 老师 您这样说不对吧 我一直都在高三二班读书 您突然说我班级错了 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解释 班主任一阵嘲讽地笑 情况就是这样 我也没办法 反正都毕业了 对你还有什么影响吗 再说了 你学习是什么水平 你不清楚吗 好了 你待会儿记得自己退一下裙 免得我踢你 老师 您这样太绝情了 万一以后我考上了清北 您可别后悔 不 哈哈哈哈 那边传了一阵憋不住的笑 理想 做人呢 贵在有自知之明 你自己什么水平 你不清楚吗 电话挂了 我毛子冰冷 我什么水平 我当然是一个出了名的学长 可我当学渣是为了什么呀 当然是为了气陆林生 陆林生有了喜欢的女孩子 还来管我的学习 我偏偏不听她的 我就是要气她 可我终究还是不服气 我不想让自己和陆林生的差距 真的越来越大 她是清华 我怎么也要北大才行 所以 我次次都考得刚过几个线 这样一份成绩单 的的确确气到了陆林生 以至于 我竟然在她的书桌上 看到了关于青春期女孩的书 女生万岁 写给青春期的女孩 陆林生真好啊 可为什么喜欢的人不是我呢 唉 高考是我唯一本色发挥的考试 我不会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 既然班主任不想要我这个学渣 那就等着后悔吧 我正准备退群 看到群里有人在说我 林响原来是高三一班的学生 也不知道她赖在我们班干什么 哈哈哈哈 她是高三一班派来的卧底吧 如果是真的 这卧底也太差劲了吧 学习太刺了 我天 她一直给我们班拖后腿 还是滚回原来的班级去吧 很快 我被人踢了 我都已经能想象得到 群里一定在狂欢 一定有人在拿我的悲惨事 安慰林淼淼 我 智障儿童欢乐多 我多少有点遗憾呢 不能放开了对人 我真不习惯 但很快 我电话又响了 是高三一班的班主任赵老师 她语气特别抱歉 理想啊 这个事情有一些复杂 不过不重要了 你别多想 我待会儿邀请你进群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群里问班长 也可以直接问我 她安慰了我好一顿 我的心里太舒服了 我一直都知道 好老师和坏老师的差距很大 万万没想到 差距竟然这么大 这简直是天差地别 高三一班的人 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 我羡慕死了 我很快进了群 在里面终于感受到了 什么是同学情同学爱 赵老师特意将 警察叔叔的表扬信 发在了班级群里 在同学们的惊叹赞美声中 我的虚荣心达到了此生顶点 就在我飘飘然的那一刻 饭店经理给我打电话了 理想 店里来了几个人 点名要让你传菜 05 嗯 这些人什么怪癖 饭店里什么时候 可以点服务员传菜了 我想了想 那些人什么来头 大金链子 黑墨镜 看着不像正经人 饭店经理笑了笑 我这边会处理 不过 你还是小心一点 最近暂时别来吃饭了 我跟另一家店说了 你最近去那边吃 挂了电话 我没有当回事 虽然李淼淼威胁说 要对付我 不过 我想他不会恶心 到找社会人来对付我吧 但很快 我就打脸了 那些人接着来了三天 每天都点名要我传菜 我问饭店经理 他们来了消费多少钱 每天就一盘最便宜的菜 自己带着火锅涮菜自己吃 饭店经理苦笑 嗯 在海鲜店里 自己带火锅 真是火酒店 他们还有没有说别的 他们说自己吃海鲜 吃坏肚子了 让我们赔 不赔的话就打电话投诉 我说已经把你开除了 还把他们将死蟑螂 扔菜里的视频 给他们看了 估计以后不会再来了 不过 你最好还是和你爸爸说一下吧 你还是个孩子 不要逞强 事情虽然已经处理了 但我内心无比的憋屈 王叔做饭那么好吃 我为什么不能吃到 饭店的小伙伴 也给我发了微信 我才知道 饭店经理漏说了很多信息 这几天工商 税务 消防统统都去店里查了一遍 说是有人举报饭店存在问题 幸亏饭店自身条件过硬 惊得起茶 但开门做生意的 谁惊得住这样三天两头的折腾 我心里憋着一股火气 无处发泄 而此时 我手机上收到一条陌生号码 发来的短信 你想找工作吗 我家缺一个刷码筒的 你来不来 我 太恶劣了 我现在百分百肯定 这一定是林淼淼 林淼淼家是开地产公司的 赚了不少钱 所以他很有底气 听说我们班主任 偷偷开培训班的商铺 就是林淼家的 我想来想去 想着反击的招 但总是没想到 没办法 我还是给老头子打了电话 电话接通的瞬间 老头子的声音传来了 你还知道我是你爹 我 这三年 我成绩不好 不仅气到了陆凌生 也气到了我爹 以至于他让我去翻店端盘子 才肯给我生活费 哎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爸 我被人欺负了 稀奇 谁能欺负你 我给他发个奖状 爸爸 嗨嗨 说吧 谁欺负你了 我的宝贝女儿 只能我欺负 谁都不能欺负 爸爸的声音带着讨好 我一下子湿润了眼眶 我有点后悔 为什么高中三年要做死 为什么要为了男人气爸爸 不过 很快 高考成绩就出来了 到时候 我就能给爸爸长脸了 我将事情简单说了一下 爸爸沉吟着 林家我知道 手段是不干净 前些年搞强拆 这些年是烂尾楼 坑了不少人 这种人运气不会好的 事情交给爸爸来处理 你安安心心地读 说到这里 他闭了口 估计是想到他宝贝女儿 高考考不上 没书读了 心情糟糕得很 我哽咽道 爸爸 没事 咱们出国读书也行 你这次可要争气呀 挂了电话 我心情说不上是好是坏 就是忽然安心了 我翻看着手机上那条短信 回了一条 你家的马桶 留着你洗脸吧 毕竟你脸比马桶脏 说完 拉黑了那个号码 又是对玩人神清气爽的一天 没几天 陆林申无意间道 临时地产的资金链出了问题 现在正在努力融资自救 我呕了一声 活该 陆林申笃定道 我觉得他们应该融不来资 一 我抬眸看他 仿佛看到了一只小狐狸 没多久高考出分数了 我偷偷查了分数 看到只有排名没有分数的那一瞬 我心稳了 省排名十六 这是否意味着北大稳了 我的心在狂跳 躺在床上整个人做梦一样 忽然又狠狠地哭了出来 这三年 太难了 第二天 陆林申来了 他看着我通红的眼睛 体贴的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拉着我的手腕 走 我带你出去吃好吃的 薅陆林申羊毛的机会 我自然不会放过 我放开了手脚 要吃要喝要漂亮衣服 以至于陆林申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我看你不像是考得很差 你考了多少 我 漏了馅了 我七千爱 十 十六 陆林申用看傻子的眼神看我 玄机一声长叹 算了 认命了 能吃也是福 我 到了下午的时候 我的电话就被清华北大轮番打爆了 我坚定地选了北大 没办法 陆林申是清华 我还厚不下脸皮和他读一个学校 只能选北大 成不了情侣 那就做敌人 我圆明园职业技术学校 就是要天天比试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 挂了电话没多久 我爸的电话打来了 老头子激动的声音都在发抖 想想 你把爸爸瞒得好辛苦 我又想哭又想笑 最终傲然道 那是当然 我说了要给你一个惊喜 的确惊到了 这辈子第一次啊 两个学校轮着给我打电话 你等着 我明儿就和你妈妈回来 想想 你真棒 我感觉自己快幸福死了 班级群里面 大家已经在互相分享分数 赵老师通知大家 第二天到学校商议填报志愿 有人说起高三二班的事情 林淼淼考了650 谢泽653 这两人太牛了 考这么高的分数 听说隔壁班的群里都炸了 他们是不是清华北大稳了呀 咱们班最高分是多少 是牛萌萌 考了660 萌萌给赵老师争气了 全靠你给咱们班出头 班级群里一群人 在刷萌萌威武的消息 我仔细看了一下 大家分享的分数 其实都还挺平均的 考得特别差的人很少 这再一次说明 这个班级的氛围真的很好 赵老师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差声 就是这种气氛特别好的时候 林淼淼发消息到我手机上 理想 明天是填报志愿的日子 记得来学校哦 呀 我都忘了 你已经不是咱们班的学生了 不过 既然都通知了 那我就当做好人好事吧 你不会考得太差 不敢来吧 我还想起来 你已经就业了 在大饭店里当服务员 认识有钱人的机会也多 真是要恭喜你了 不过 我听说你最近又失业了 要不要考虑来我家做家政呀 反正都是做服务 服务谁都一样吧 06 我看着消息 拳头又硬了 不过 想到秋后的蚂蚱蹦跌不了几天 便觉得无所谓 我回到 听说你家资金链断裂 快破产了 要不要来和我一起端盘子 很快 林淼淼回我 你家才破产了呢 第二天 我去了学校 习惯性地走到了高三二班的门口 一群人看见我 立刻起后 他竟然真的敢来 李想 你是高三一班的 在隔壁 别走错了 林淼淼和谢泽坐在一起 两人看到我 目光中露出得意的笑 我转身就走 林淼淼快速起身 一把拉住我的胳膊 他笑应道 李想 别走呀 别听他们乱说 你高考考了多少 我没有回答 目光冰冷地盯着他 拉住我胳膊的手 这手真好看啊 可我想拧断他 我的沉默 让林淼淼误以为是心虚 他笑得更起劲了 没关系 考多少都说出来 同学一场 我们不会笑话你的 你不会没分数吧 谢泽冷笑道 没分数的只有排名 清华北大吻上 众人疯狂大笑 哈哈哈哈 他要是能上清北 我也能上 到时候咱们就全班都是清北 给老师长脸了 够了 一个柔弱的声音传来 苏向南颤抖着站起来 快步走向我 他红着眼睛 第一次面对林淼淼 鼓起勇气道 你考得好就考得好 冷了脸 苏向南 同学之间关心分数不可以 可你根本就不是关心分数 你就是想看别人的笑话 苏向南拨开林淼淼的手 拉着我 转身就走 理想 我们走 我心里很感动 能说出这种对人的话 已经是苏向南的极限 傻孩子 不愧爸爸这么疼你 不过 走是不能这么走的 我淡淡道 我考得一班 也就全省16名 啊 林淼淼笑了 他笑得很疯狂 差点差了气 谢泽愣了一下 也笑了 他伸出手 给林淼淼顺气 目光看我如同看垃圾 全班哄堂大笑 乐不可知 手舞足蹈 丑态百出 我也笑了 有时候就是这样 人的固有思维 往往对真相视而不见 我大度 不和智障一般见识 我拉着苏向南一起走 等到了高三一班 班主任赵老师已经在了 他笑得真诚 这位就是理想 是我们班遗失的新同学 也是学校这一届 分数最高的同学 还是咱们市的高考状元 大家欢迎 霹里啪啦的掌声响车教士 彻底掩盖了 高三二班的哄笑声 我看着一张张热情洋溢 含着希望真诚的脸 感觉亏得要命 为什么高中三年 我不是和这样一群 小可爱在一起 太亏了 门口呼啦啦涌来一群人 我回头 看到了林淼淼 谢泽 以及一张张熟悉的脸 他们一个个都惊住了 目光不敢置信地看向我 看向赵老师 以及那群高喊着 我和壮远一个班的同学 林淼淼坚声道 不可能的 他在我们班是倒数 怎么可能试试状元 赵老师醋眉 他以前的情况我不清楚 但他高考的的确确 省排名十六 他作弊了 他一定作弊了 林淼淼真的要疯 他目光仇恨地看着我 这种目光我很熟悉 在我当服务员的时候 我就发现 很多人其实是希望 你过得不好的 至少过得不如他好 一旦你过得比他好 他就会发狂 会想尽办法将你拉下来 踩在脚下 即便你们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甚至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林淼淼就是这样一种人 赵老师生气了 林淼淼 污蔑人是要负责任的 没有证据 不要乱说话 林淼淼面色惨白地闭了嘴 而谢泽 则目光复杂地看着我 伸手扶住了林淼淼 恰在这时 我以前的班主任 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他一下子挤开发猛的素向男 拉住我的胳膊 笑道 赵老师 我已经跟校长说过了 理想还是我们高三二班的人 理想 跟老师走吧 赵老师沉了脸 但他估计已经想到了 会是这种情况 他看向我 理想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尊重你的意见 你想在高三二班 那你就去 如果你想在我们班 我就算拼着不当老师 也会为你出头 我对他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 然后甩开原先班主任的胳膊 低头拿出手机 开始找录音 理想 你就蛇傻子 猪都比你智商高 理想 这么简单的提 还要问人 不会做就别做了 反正你也考不上 考这么点分 还有脸贱人 我要是你 出门立刻让车撞死 你呀 别浪费粮食了 吃的多会的少 国家培养你这种人 有什么用 好了 你待会儿记得自己退一下裙 免得我踢你 哭 哈哈哈哈 理想 做人呢 贵在有自知之明 你自己什么水平 你不清楚吗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目光震惊比夷地看着班主任 我淡淡道 老师 您看我到底是哪个班的学生 班主任慌了 你这孩子 怎么还记仇 赵老师 人交给你了 走走走 都站在这里干什么 回自己班 他走得匆忙 回头看我的眼神 透着恐惧和阴毒 赵老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别怕 待会儿我找人护送你回去 准备准备演讲吧 等全校学生集合在一起 我站在高高的大舞台上 对着麦克风发表演讲 我欣赏着林淼淼 谢泽等一张张苍白嫉恨的脸 心情前所未有的畅快 演讲结束 无数人围上来 问我是怎么逆袭的 我笑了 哪有什么决定逆袭 不过是为了一个执念 为了一个人偷偷努力罢了 回家的时候 赵老师特意带了几个男生 护送我和苏向南回家 到了家 我手机上已经有 无数班主任的电话 短信 他爱求我看在失声一场的份上 不要毁了他的前程 但他可曾想过 他毁了多少人的前程 07 高一的时候 有一个很帅气的男生 和我一样成绩差 被他羞辱 那个男生到了第二学期就退学了 我能读完三年 全因为我去 我知道自己有底气 有人撑腰 所以我不服就干 可那些没有底气 没人撑腰的人 除了一退再退 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干脆果断地 将我手中关于班主任的资料 实名举报到所有相关部门 我相信朗朗乾坤下 总有一个人站出来 伸张正义 没几天 学校发出公告 高三二班的班主任 被停职调查 那一天 学校的论坛爆了 无数人讨论的这件事 还牵扯出了班主任 给一些学习好的学生 私下补课的事情 就差点名林淼淼 谢泽那些人 林淼淼在论坛里 慌乱地批清关系 说自己从来没有 被班主任补课 我反手贴了一张照片上去 正是班主任开的培训班 就在临时地产的楼下 在政策禁止校外培训的情况下 明目张胆地开培训班补习 班主任也是一高人胆大 而林淼淼进水楼台先得月 还敢说自己没补习过 鬼都不信 林淼淼被大家伙群潮了 我当了三年阴沟里的老鼠 被林淼淼嘲讽惯了 可那一天 我和他掉了个个儿 让林淼淼好好感受了一下 被欺负的滋味 真是别提多爽了 自那以后 林淼淼一直很安静 直到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林淼淼想去清华 但他的分数去不了 最后报了复旦 反而谢泽运气好报上了北大 而我拿到了北大的通知书 我爸那个糟老头子 总是自嘲我女儿是学渣 这一天 他太高兴了 拿着通知书 破天荒地发了一个朋友圈 邀请大家来参加我的升学宴 宴会就在曾经我工作的饭店 我上个厕所的功夫 听到有人在说我 淼淼 干嘛非要选在这里办升学宴啊 遇到理想了怎么办 遇到就遇到呗 让北大高材生给咱们传菜 不爽吗 希希是挺爽的 不过 你不是说他已经不在这里干了吗 唉 有点后悔啊 当初不应该冲动 让人把他开除了的 不然现在咱们坐着 他站着服务 多好的事 便宜他了 走吧 我口红涂好了 我想了想 我之前听我爸说过 林家的资金链现在挺危险的 他们家手里有好几个烂尾楼项目 以前 他们是有资金将这几栋楼盖完的 但是他们故意不盖 那几栋楼早些年售价低 后来房价大涨 林家觉得卖亏了 就想通过烂尾来逼着业主解约 把房子收回重卖 这事他们干得很顺手 但前段时间的烂尾楼事件太多 政策变了 银行监管资金加码 林家需要再缴纳大量的保证金 前期烂尾的有多爽 现在缴纳保证金就有多狼狈 林家估计是想通过这次升学宴 来拉拢人解决资金方面的事 但林家的名声在圈子里早就烂了 爸爸说林家找到了他的头上 希望他能帮忙融资 但爸爸怎么可能帮林家 林家连爸爸的面都见不到 想到这里 我走了出去 林淼淼回头看到我 仿佛见到鬼 李一想 我笑了一下 真巧 林淼淼穿着一身米色长裙 点缀着华丽水钻 在灯光下熠熠生灰 耳朵上坠着闪闪发光的钻石 整个人精致到仿佛一个水晶雕像 可惜啊 华丽的袍子下终究爬满了狮子 我打量他的功夫 他也在打量着我 看到我的装扮脱口而出 泽泽 你这一身是哪个金主买的呢 是送你送一谢的那个 还是帮你叫警察的那个 你可真厉害啊 勾勾手指头 就有人抢着付钱 不像我 只能问家里要钱 我笑了 嗯 知道自己无能 只有谢泽那样的疯狂男喜欢就好 你 林淼淼被气到了 不以为容反以为耻 真是恬不知耻 和你比 我还差了点 李一想 你知不知道我爸爸是谁 好好想想 你得罪得起我吗 你这是在跟我拼爹 呵 林淼淼抱着双臂 一脸不屑 哎呀 淼淼跟一个服务员说什么呀 谁知道他爹是哪个扫大街的清洁工 跟他说话掉了架子 你不是说 你爸爸要带你去见咱们市的首富吗 咱们快走吧 两人笑嘻嘻地走了 我 智障儿童欢乐多 我擦擦手走了出去 一进一宴会听 就见林淼淼挽着一个中年男人 摆出矜持的姿势 满面笑容 俨然一个小贵妇 她看见我脸色很难看 低迟道 你来干什么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笑了一下 不搭理她 静止向着座中的老头子走去 林爸爸抢先一步上前 弯腰伸出双手 满脸热情 李总 我是小林 能在这里见到您太荣幸了 没想到我和您在同一家店 给孩子半生学宴 太有缘分了 林淼淼一脸傲然 雨有容烟 顺便目光比翼地瞪我一眼 我一屁股坐在老头子身边的空位上 懒洋洋地说了一句 爸 我要吃那个菜 我加不到 08 爸爸起身为我夹菜 口中不停地唠到让我多吃点 我抬眸欣赏着林淼淼的脸色 他一脸猛逼 旋即震惊到无以复加 很快惊惧到如同见鬼 他爸爸还一无所觉 自顾自地凑上来和老头子说话 老头子神色淡漠 拒绝之意明显 但林淼淼的爸爸脸皮很厚 仿佛没有看到 依旧在套近乎 我冷冷地插了一句 爸爸 刚才林总的女儿说我这一身衣服 不知道是哪个金主买的 林淼淼惊恐地瞪大眼睛 我继续道 他还是说您是扫大街的清洁工 我没有 不是我说的 林淼淼慌了 前段时间 林总的女儿来这里吃饭 嘲笑我是个传菜员 只能在后厨吃剩饭 哦 我的工作也是他弄没的 他找了几个拆迁小能手 天天来这里吃火锅 林淼淼眼泪都快流下来 那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是李总的女儿 我 哦 老头子 哦 林总人都懵了 他忽然间恍然大悟 狠狠瞪了林淼淼一眼 林总令千金瞧不上全女 我家也没有拜高踩低的家教 咱们还是各自吃饭 互不打扰了 林总还要说话 却被陆铃声拦住 只能带着林淼淼灼灼溜溜地走了 出了门 林总狠狠地给了林淼淼一耳光 训斥声都传到了我这里 他想做戏给我看 可惜我不吃他那一套 我心情大爽 狠狠地吃了个够 爸爸和人背来斩网 笑得合不拢嘴 他嘴巴上谦虚地说 我女儿一般般 主要是他妈妈教育的好 我妈妈则毫不谦逊地说 都是基因好 没怎么教育 我 两个虚伪的人啊 怪不得养出我这么善于隐藏的虚荣怪 苏向南整个人战战兢兢的 他只知道是来这里吃饭 也只觉得我爸爸和蔼可亲 看起来很富贵 完全没想到竟然富贵到这个程度 他筷子都拿不稳 全靠我家菜才填饱肚子 回家的路上 他还晕乎乎的 你真的是咱们市里首富的女儿 我天 我怕是在做梦 我低声对他道 我是 如果你妈妈不让你读书 你给我打电话 我会帮你的 苏向南眼眶红了 他狠狠地点头 你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理想 我真后悔 当初我应该不受家里的影响 好好读书的 这样我就能和你一个学校 大学咱们不能在一起 研究生我一定会和你在一起的 我发誓 他模样认真 手指并住举起 太可爱了 我揉了揉他的头发 笑道 我等你 我知道你一定会做到的 告别苏向南 我和陆林生回家 到了家门口 他也揉了揉我的头发 想想 你瞒得挺深 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 我有点心虚 便抢先倒打一耙 别乱揉 女生的头不能乱摸 摸了是要负责任的 好啊 陆林生的 我呆住了 你说什么 陆林生笑得宠溺 我说 好啊 可可 可你不是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吗 那天 我明明看到了 我害怕极了 我好怕 我喜欢了那么久的陆林生 是一个渣男 高一的时候 我向陆林生表白过的 他说 他有喜欢的女生 那个女生漂亮优秀 人品端方 天上地下独一无二 我一向脸皮厚 觉得 这只是他不想 耽误我学习的借口 根本毫无挫败感 我打算向他请求 在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 可不可以和我在一起 可隔天 他就带了一个 极其漂亮的姐姐回家 在他家门口 两人谈笑风生 天生一对碧人 我酸死了 那个姐姐是真的美好 几乎符合他描述的所有品质 我比不上 再后来 我就不理陆林生了 我的骄傲不允许 我理想宁可当一辈子单身狗 也不许自己去翘别人的墙角 可现在他说 我们可以在一起 那那个小姐姐呢 陆林生嘀嘀地笑了一下 一直都是你 一直都只有你 那是我同学 那天我们聊的也是你 他说 我不可以把手伸向祖国的小花 我也觉得是 想想 我一直都在等你长大 可 可我不漂亮温柔 人品也不咋样 我心跳得好快 说话都结巴了 陆林生 不许这样说自己 我 他紧紧抱住我 轻声在我耳边道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好 晚上 我躺在床上都是晕的 兴奋得完全睡不着觉 好不容易天快亮 迷迷糊糊睡着 忽然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又垂死病中惊作气 为什么我要报北大 我应该报清华的 这样就能和陆林生双诉双七 现在全完了 5555 09 陆林生笑我藏得深 所以哭得惨 我觉得有人应是比我哭得更惨的 我将林淼淼和谢泽校园霸凌同学 以及栽赃陷害我偷东西的证据 全部公布了出来 这些是我在高中三年慢慢收集的 里面有视频 录音 各种照片证据 这些东西甩出来 会将林淼淼和谢泽 垂得死死的 果然 东西一公布出来 就引起轩然大波 林淼淼前不久 才因为将苏向南扔在服务区 被网友熟知 这下子就更出名了 被人骂惨了 他用一个陌生号码 给我打电话 歇斯底里的怒吼 理想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行不行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非要毁了我才行吗 我不知道 你家里这么有钱有事 如果我知道 我不会得罪你的 你就放过我好不好 我静静地听着 对他的三观感到不可思议 你的意思是 因为我是有钱人 所以你向我道歉 如果我是个没钱的 你就不向我道歉 林淼淼抽抽耶耶道 难道不是吗 就因为你有钱 所以能搜集到这些东西 如果你没钱 你能行吗 还有 你把我爸爸公司搞垮了 你现在满意了吧 你可以收手了吗 我觉得 他真的不可理喻 同学一场 我最后交给他一个道理 林淼淼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就算我没钱 你也应该给我道歉 你做了错事 就应该像被你伤害的人道歉 没有借助家里的一分力量 我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因为你当初污蔑我 霸凌我 重恶因 皆恶果 这是你应得的 还有 不要因为自己有点钱 就高高在上 往前属三代 咱们的祖上都是农民 没有谁比谁高贵 挂了电话 我彻底断绝了 教林淼淼做人的想法 垃圾人我教不会 没多久 我听闻林淼淼 被取消了复旦的录取通知书 而谢泽也和北大失职交臂 林家的公司 终究还是破产了 林淼淼的爸爸携款逃跑 被人在海关栏下抓了起来 这些新闻 很快淹没在海量的新闻之中 根本不值一提 转眼已经到了快开学的日子 我和陆凌生收拾好行囊 一起坐上飞机 前往地晶 窗外蓝天白云 窗内携手一人 我笑 地晶 我来了 陆凌生也笑 嗯 我迷起来了